为了强化国人道路交通安全的观念 交通部从109年起 办理全国的交通安全运动 根据统计到了9月份 交通事故率逐渐上升 因此将每年的9月定为交通安全月 预理分局透过特定的时间加强宣导 欢喜国人交通安全意识 为了强化国人道路交通安全观念 交通部从109年起 办理全国的交通安全运动 根据统计到了9月 交通事故是逐步的上升 因此将每年的9月定为交通安全月 预理分局透过特定的时间强化宣导 唤起国人交通安全意识 也同时对家长及学童进行反读 反诈骗及交通安全宣导 避免家长及学童受骗 并强化行人路权等交通关约 如果遇到可疑人士或接获可疑电话 也可随时拨打110或前往辖区派出所 本局同仁将尽数为乡亲们服务 这礼拜又是开学日 预理分局各分住所也执行 同步强化互同专案请勿作为之外 更结合了学校志工 配合学校在校园周边执行交通 指挥巡逻 巡逻 守望等勤务 强调交通安全越 不论你是骑车还是开车 行进路口请减速慢行 欲有行人穿越 请务必停让行人 记者高双双预理阵采访报道